哇組長今天好多股票都開屏走高 那如果再搭配投資長的三無法則 真的是賺得不亦樂乎 像偽創今天一路走高收最高 威勝盤中也大漲7%以上 創意更強賺到快一根漲停了 還有我們剛開牌的愛浦第二 起跡真的是在線奇跡 又創下17年代新高 那很多的股票像是智圓愛浦都拉尾盤 這是不是在為了明天做準備 因為輝達財報在清晨5點就要公布了 當然是啊 我明天就告訴你 為什麼明天是上帝給各位的最後一個機會 他怎樣恩賜的上公 最後買點是什麼時候 那營收到底是多少才會噴出去 我都已經畫好推背圖了 那明天最主流的是什麼股票會漲 是AA伺服器還是散熱 還是IPC制裁 還是IC設計這些標股呢 所有標股介紹就在今天榮耀花圈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榮耀華爾街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8月23號台股中場上漲139點 收在16576點 美債殖利率創下2007年新高 以及市場近代輝達財報之後 以及週五央行年會報了的發言 讓美股指數多數收黑 NVIDIA股價盤中創下新高 但隨後收跌 這也讓台股的AI股今天漲跌互漸 台股今天是由台積電領軍推升指數 佔上16500點 或許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著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投資長大家好 大家好 欸 哲粉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要按讚的讚 太開心了 對 商務法則又發威了 嗯 現在全世界全台灣 Everywhere Everyone 每個人都告訴你AI 是哪個分析師最先跟你講AI 投資長 哇 而且是哪個分析師告訴你AI會漲一整年 這還重點嘛 是誰 對 投資長 是啊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按號動起來 按今天按 358 不今天按 538 因為明天要火山爆發 等一下等一下 先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按下去的時候跟大家 好 按下去 按越多 等一下按538 聊天室 是聊天室喔 是 留言區當然也很歡迎啦 所以你看到 動起來以後 然後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 這個的威力 對 火山爆發的威力 好不好 火山爆發的威力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都是大家驗證奇蹟 因為我們那時候收三五法則 在最高點的時候 告訴你拉回漲買點 今天一堆 三五法則的股票噴出去啊 真的 真的 來你說 頭長 像您呢 昨天就有講說 今天是噴出之前 最後一天的買點 真的 我今天看到好多的股票 都是開瓶走高 那如果再搭配我們的三五法則 回檔到30%到35%的時候 哇 通通都是送分題 對 嗯 像是偽創今天一路走高收最高 威勝盤中也是大漲7%以上 創意呢 更是賺到快一根漲停板了耶 還有剛開牌的愛浦第二 奇蹟在線奇蹟 又創下17年以來的新高 盤中也是漲了快半根停板 還有智圓艾浦尾盤都拉上去了 這是為了明天做準備嗎 明天清晨五點 灰達財報就要公佈囉 禮拜一灰達大漲8%以上 禮拜的灰達盤中也是創新高 美超圍則是連兩天都上漲 所以想問投資長 AI股是不是準備要噴出去 一發不可收拾了呢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操作 哦 你今天比哩巴拉 你也很順耶 比哩巴拉 感覺你很哈也不錯哦 哎 投資票 早粉站起來 今天還要按538 按越多告訴你 怎麼樣 越多秘密 按538是你要認同 你看過這麼多分譯師 哲哲最先跟你講AI 而且最高點告訴你 AI要拉回30 能到35%才買 538按起來 按起來 哲粉動起來 動起來 真的你會看到很誇張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只講538還沒 ready 已經開始有人在按了 哎呦 偷跑很多 你看偷跑 偷跑有沒有看到 這都今天的節目好不好 你看偷跑那麼多 有沒有 嚇到538按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 給他置頂 538按起來有沒有看到 有 這麼多人 有沒有幾百個 現在應該有一兩百個人 動起來跟你講更多標股 自己跑了 自己跑了 嚇死我 有沒有看到 哇 動起來等下跟你講更多標股 你要選第一名分析師 我今天一定講很多 有什麼股票 有AI股票 剛才有人問人把 我照講 今天講快一點 因為今天 明天是折粉 最高 看看我折粉 我驕傲嘛 結果跑一下 是不是 跑馬燈一樣 明天暫停也會很快鎖起來 你看 這個就折粉威力 我愛coco 他說你愛coco 趁斷告白 你給他比個愛心 好愛心 來 折粉動起來 有沒有看到 538動起來 有問題馬上淹沒在 南海之中 這就折粉的威力 這就是第一名分析師 你不看我節目 看別人節目幹什麼呢 也可以看 看了以後你就知道 我跟別人差別 好不好 我們折粉的威力 怎麼樣是認真分析師 好不好 538動起來 好誇張喔 好誇張 今天好像比上次還誇張一點 速度 速度真是比較多 今天特別快 特別快 因為你們都嗨起來了 因為今天一堆 當無法折粉 不要噴出去了 這則生打會長 通通明天旅行戰都要長 都該長 好不好 823泡戰 今天有823 我本來要用這個梗的 我覺得這是爛梗 我就不用了 結果你先用 好不好 哇 538折粉加起來看 好多會噴到 這個應該已經有三四百個了 應該有五六百個了 所以這隻好帥 謝謝你 那個友貞 謝謝你 想想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是 538折起來 經濟開高 走地 經銷不錯 有問題嗎 淹沒了 整本 嗨 我今天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投資長 他說放空什麼 你放空衛生嗎 你怎麼放空 怎麼衛生 怎麼大賺呢 好不好 沒錢的 我知道你還有錢 華碩 當然你也是AI股啦 華碩也是AI股 華碩也有賣伺服器的 好不好 今天太多了 好我們趕快 所以 這個幾百個 538 all in 謝謝你們 但 我今天要跟你們講 叫慢跑一直跑 沒關係 那你們知道折粉就是威力 所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明天是上帝給你最後機會 為什麼 因為明天有可能恩智行的一個上公 他可能利多拉起來以後 然後 再噴 利多拉起來 稍微拉回 再噴出去 你一定要進場 你一定要進場 你今天真的很 很嗨耶 很嗨耶 那為什麼 今天是不是全世界都在講 會打財報 是 你知道全台灣哪一個分析是最快嗎 我們福利社 記者 記者老師跟我們 獨家的發現 告訴你 這個是很重要的轉折 對 你看所有今天財經節目一定都是講 會打財報 可是我們福利社早講的 現在總算停了下來是不是 沒力了 沒力了 所以你看一下 疾風之進草 解盤見高手者身 好好好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Calm down 來 今天看直播人數多少 來 今天看直播人數 噴了看不出來嗎 你們都學我講話 來 來 明天折粉交曜日 希望的喔 來我們看一下喔 今天5千 1500 1500 34 人 我們這就真的 不會有些人會去買假廣告 假人數 假按讚 其實怎麼看呢 20萬人裡面對不對 大概是20%到30% 是會看節目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說你有節目你有3萬人 你說你有訂閱人數 訂閱人數那個點閱率 怎麼樣 超過訂閱人數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個都假的 哈哈 那你們自己講 我們要去針對誰 我講這實在話 因為我是YT LINE 的先行者 我對網路研究之深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都做真的好不好 所以你看今天折粉那麼多 1500多人做直播 每天點閱大概差不多6萬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像字幕版的話大概5、6萬以上 好啦 你們那麼嗨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們都作證了 他們見證者講到前面囉 我們來看一下 華爾街等待NVIDIA財報 選擇權壓住股價續漲對不對 我們唸這一段好不好 來 用以押注怎麼樣 其中大約60%資金 就1000億美元裡面對不對 對 其中大約怎麼樣 幫我唸一下 60%資金綁定買權 用以押注揮達股價持續上攻 對 市場中除了電動車大廠特斯拉之外 再沒有哪一檔股票 像揮達這樣吸引投資人 吸引投資人 而且重點是都在怎麼樣 押注市場股 美國股票選擇權市場交易員 押注揮達股價在怎麼樣 在最新財富發佈後 仍將上漲 這是華爾街的新聞 經濟日報編譯 什麼意思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 我的所有的資訊都要update 對 跟上華爾街 甚至領先華爾街 你要找分析師不是找一還一萬一般分析師 不需要 你要找是超越華爾街的分析師 It's me 這樣講你會覺得很誇張 可是我再給你做個驗證 你看所有人都在講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 你看這件事情 這個 今天一定所有的新聞 那你去想一下去檢討一下 你幹嘛要很多人看我們節目 或看福利社節目以後 然後看到財經節目就講 哎呦 CPI還有重要 哼 哎 因為他們不知道CPI很重要 所以有一段一萬二到一萬六 很多財經節目可以看空 是啊 大型財經節目也可以看空 可是哲哲一路看多 因為我知道CPI最重要 可是他CPI已經腰斬了 我告訴你 接下來可能要他回答財報 而且那時候我是年初 你記不記得印象中 有 我那年初說 NVIDIA AI的概念股 跟CPI 是代理台股 萬 衝萬六 對 那時候講衝萬六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相信會衝萬六 現在只是跌到一萬六千五 原諒現在是大家哀叫 是啊 你有沒有想過 已經除全息蒸發五百多點 實際上你在一萬七耶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多悲觀 可是我就看得出來 AI跟CPI 是未來的雙引擎雙主流 剛才折粉都已經按五三八了 都見證了 好 所以你看喔 華爾街每個人都壓寶什麼 怎麼樣 揮答財報 揮答財報公佈後 還是上漲嗎 這華爾街美國股票選擇全市場 你看一個分析師很早就講了 怎麼樣很早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多早 我們看一下福利社 來來來 這邊 在這邊 這福利社沒錯吧 這福利社 福利社 這上次我跟那個NVIDIA 是否有其力強勢 來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段 這個時候什麼時候 台股穿股吃虎月新高嘛對不對 這標題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點一下喔 然後 這邊更多內容 7月17號 有誰比我們早 7月17號 全台灣絕對不會有分析師比我早 比我早我跟他比 Respect 你去找 看誰比我們早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獨家 因為什麼 我們獨家玩以後怎麼樣 我們還更正資訊有沒有看到 老師小小口誤啊 NVIDIA財報是8月23號 就今天晚上美國時間啦 等於8月24號凌晨啦 不是8月初 所以代表是什麼 你能不能幫忙再放大嗎 沒有吧 對 老師小小口誤 我們置頂的資訊有沒有看到 一個月前置頂了喔 對一個月前 老師小小口誤特此更正 我們更正了 因為NVIDIA 下個制裁報是8月23號 不是8月初 所以我告訴你 那時候都沒人討論 不然我們不會有口誤啊 你聽懂嗎 可是馬上單天更正有沒有 晚上我還念了一下 你們應該很怕我念嘛 可是我是對事不對啦 對啦 我不這樣盯著福利社 真的沒辦法維持一定的盯子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哲哲就這麼變態 哲哲就這麼領先群雄 哲哲就領先台灣分析師 台灣的財經節目 甚至華爾街的節目 這個都可以做證了 來得起早啊 7月17號嘛 拜託你們打我臉 有哪個分析師 7月17號之前跟你講 8月就是要看輝達財報 沒有 沒有你就參加我會 你就這樣子 對 哪個分析師現在不講回答財報 那他不是看了我節目嗎 或者看我們華爾街節目嗎 或者華爾街分析 不是華爾街節目 看了福利社節目嗎 我們福利社有很多優秀的老師啊 不只經理老師啊 家庭老師啊 那時候CPI也預測很正確 摩爾就No.1 摩爾就業界No.1 所以你看到網路上在罵摩爾的 那大部分同業啦 大部分同業為什麼 眼紅啊 想來摩爾也不敢來 薪水 連薪千萬的很多 比比皆是 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 我就說了 哪一個平均業務薪水 業務平均薪水有比我們高的 來找我 我自己給一千萬 業務啊 不可能 永遠不可能 因為營收財報我都知道 客家的營收我都知道 我想投顧業 我們就第一名 你要就參加第一名投顧 第一名的分析師 可以參加某個投顧其他老師 我也沒關係 我都OK It's fine 只是我要讓你知道 其實你為什麼所有產節目到最后講的 都是哲哲可能一個月前講的 你要去想 想清楚後才知道誰是AI之王 AI之神 AI之轉折 抓得最好的人 好不好 在538已經見證了喔 對 你需要再看你剛才奇蹟嗎 我看一下現在538多少人 還是有 你們好恐怖喔 榮耀華爾街 草惠華爾街 有沒有看到 還是有你看 很恐怖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你們還在 有有 草惠華爾街 只有華西街 我跟你講 我準的時候就榮耀華爾街 我不準的時候就榮耀 巴拉松啦 華西街啦好不好 可是大部分都沒有到巴拉松去 免資源還可以進展嗎 資源喔 你275你不理我 這個整個金元店 金元店不錯 金元店不錯 是跟大家講 防止扯子防止有 抵押 抵押不建議啦 穿著不建議好不好 我是神粉 我是神德好不好 神經妙戰 火山爆發圖好不好 2000人以上穩 我看今天照理說 直播人數 舒嬌說話真的不多耶 今天直播人數如果沒有超過2500 都Safe好不好 好不好 都Safe好不好 看這麼多人 回來財報 的日期真的是 Safe投展先說的 有沒有 真的 有沒有 說回來財報的日期 真的Safe先說的 Safe先說的 我先說的 我說這最重要 所以你看這個多好 我喜歡你 這個都是大家講538 都是認同我 是先講回答財報 然後先講AI股產業層面 所以 你會發現到所有人 可能看完節目以後 他去才去解這個盤 不是我要臭美 我再跟你講第二件事情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你會洗嘰皮疙瘩 你就發現我講的非常重要好不好 那個導播在看有沒有昨天的那個重播 昨天重播 昨天什麼重播 昨天就是說 我昨天有讓你們印象 我說會沒有瓶頸 我說特斯拉 我說特斯拉 你們說要謝謝他 來我來跟他說特斯拉謝謝 那個輝達的晶片 很快速的供應給他 所以沒有瓶頸 我們看有沒有連結 沒有連結 沒關係我直接講那一段 英文給你看 來 這段英文那時候 我沒有講 可是我翻譯成中文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 FaceX 來 我念給大家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先看今天的新聞 有點混亂 我重新來論述一下 大摩9月GPU 與伺服器將大量出貨AI股 第四季將閃雄風 有沒有 有 為什麼 因為他說的很簡單 來這邊 蘋果日報也是一樣 欸 共產時報 共產時報頭版 我看過會做股票的 有1元飲算資產 都沒有不看共產跟經濟的 共產跟經濟的好不好 輝達財報公佈前信 你看每個人也是都做頭版新聞 結果我一個月前7月17日要告訴你最重要 你看到有這樣子的分析師 有公理嗎 有合理嗎 不好意思 我就是橫空出色的分析師 國產時報 AI链9月1來了 你看清楚喔 他說為什麼9月來了 目前沒有怎麼樣 交貨 然後還沒 這件事 目前沒有交貨等待期 這件事 大聲 目前沒有交貨等待期 就是沒有瓶頸的嘛 沒有瓶頸 對不對 沒有等待 然後 伺服器將至9月起明顯增加 有沒有對 有 沒錯吧 對 所以9月營銷要噴出去 所以今天一堆股票 管達拉尾盤 是 壓飽了嘛 尾串拉尾盤 壓飽了嘛 是 愛普拉尾盤 壓飽了嘛 哇一堆股票拉尾盤 我要練個練看來 還有誰 智元 誒智元 誒不錯謝謝你 拉尾盤 壓飽了嘛 反正智元跌的 6669 6666動起來 維穎 偽創子公司 伺服器相關最佳受惠股之一 維穎 動起來 動起來 星雲 COAS 因為之前瓶頸他害了嘛 好不好 我本來想講瓶頸兼這個爛笑話 以前那個老歌手你知道嗎 沒聽過對不對 所以幸好沒講 對 還好沒講 好 沒有瓶頸的 來你看清楚喔 今天是所有新聞 誒你就覺得我好獨家 沒有交換等待期 然後所以9月營收會增加嘛對不對 因為不用等待 因為之前要等待要卡住了對不對 卡在某一關 我們來看一下我昨天是不是有說過 來我把這些新聞來講 我看到助理 好還沒有找到直播的沒關係 誒 不用看直播 不用看重播的 我直接看 巴隆的週刊的網路新聞 能不能看到 特斯拉需要NVIDIA有沒有 有 Tesla must 馬斯克 needs NVIDIA 來 你看 He wants those AI chips 他要這些 AI的晶片 來 我幫你唸囉 好 好 那個 這邊 我從這邊剛才唸好不好 英文那邊 We'll actually take NVIDIA hardware as fast as NVIDIA will deliver it to us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跟你繞英文 馬斯克說什麼 我們確實會 我們確實有拿到這些晶片 晶片 而且是很快速的 很快的速度 去收這些晶片 去買這些晶片 如同 NVIDIA 怎麼樣 給我們一樣的快速 他 我們很快的去搜尋 搜購這些晶片 就像這些NVIDIA NVIDIA 將會怎麼樣 很快速的給我們 欸是Face的 有沒有Face的有沒有看到 有 教你英文喔 Face的你知道嗎 很Face 交貨快速 快速的意思 我這幾天有沒有講這件事情 有 我說馬斯克本來看空的 嗯嗯 看空揮答晶片是 怎麼樣 是泡沫 對 我還想要唱請 小韓唱歌 小韓唱的唱泡沫咧 結果我說過沒有 他其實現在後來謝謝他 對 他沒有很唱 很臭屁 我還講什麼 什麼主播 主刻薄 他講到什麼 主什麼的萬計的 對不對 講說他跟臉書的要對抗 要嗆聲 要格鬥 所以他居然謝謝NVIDIA 然後我說過代表 他不覺得是泡沫 反正是不是泡沫 Face的 就這一段 所以告訴你他在拿晶片拿很多 所以代表NVIDIA 會運送的很快 Face的一樣 像他收取晶片一樣快 對 所以代表NVIDIA 你需不需要等待 不需要等待 Face的是快還是慢 快 所以那 關這一段英文我就知道了 就是如同關這一段英文 我就知道明天營收會很好 會很好 會超乎你想像中的好 你聽懂嗎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好不好 我不去施耗不去馬歐炮 我不去施耗不去馬歐炮 現在市場都預期大概110億 是 對不對 我認為會更快 更大數字 更高 120就是中樂透了 我認為有機會到115以上 我稍微更正一下 115以上 115 115億 115億美金 這個月 應該是 5、6、7月 最新的財報 第二季最新的財報 明天凌晨5點 怎麼樣 5點多左右要公佈了 我會再盡量 我會很大早起來 寫文章給大家 不能不睡覺喔 還是要睡覺 最少一點 這就是我的命運 我的命運就是分享最標的 對我來說 我的命運喔 不是說 哇我真的台灣50 不是賺到1000多萬嗎 我想花光光 那好無聊 對我來說我就是一直贏對方 一直贏對手 成為頭顧界最好 最好頭顧 最好的分析師之一 這就是我的思念 這是我的思念 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家對本土分析師其實 契魯必襲 現在連大摩 講法都越來越像一般的分析師 台灣的分析師 就是正樂度啊 有什麼就正什麼樂度 然後大量發股票 大量發文章 然後可是大摩這個報告 今天大家都在講 可是我只要輕輕鬆鬆的 馬斯克的一個東西 我就知道 怎麼樣 有端倪了 有什麼 有端倪了 會發現到 欸9月會大量出貨 對 不需要頭版新聞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我可以舉一反三 為什麼這麼厲害 是因為我可以舉一反三 我知道一點點 就可以知道未來的消息了 所以這個營收會變好 那台股為什麼N自戰功 來你們來看一下 這個剛才有沒有跟你臭屁喔 我N自戰功是這樣講 你選股票不要選那什麼 3051什麼利特 展平變跌停 所以我就今天 問你為什麼展平會變跌停 告訴你 很簡單嘛 喜歡追嘛 請問你他有商務法則嗎 沒有 你展35% 對 我的商務法則是他跌35% 難怪你受傷嘛 做法 做法 是不是 你買尾串你會受傷嗎 不會 你買尾串商務法則你會受傷嗎 你買 你如果不用商務法則你會買161 如果 你用商務法則你買在這邊欸 投資料 你買在這邊欸 你買在這邊欸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商務法則 發威 等一下喔 欸 沒有尾串嗎 有 尾串 107.5有沒有看到 搬搭 107.5有沒有看到 有 最高吧 161.5 好記起來了 107.5 除以161.5 多少 -1 打66整嘛 減一 減了 下跌33% 33% 33% 三無法則 買進 107.5元買進 講107.5 你每天看到這種買最低 賣最高永遠都賺錢 老師 結果他都不會像我這樣預先 預測在前面 你覺得這符合邏輯嗎 不符合 你相信你去參加 很容易賠錢啊 我是不好意思講百分之百賠錢 可是我們也不要批評誰 我也沒有要對號路做誰 我只要告訴你 我比誰都認真工作哉 在分析師這件事上 我不是用嘴巴講 我行為燃燒我生命告訴你 而且還包含什麼 我告訴你說 NVIDIA財報最重要 對 然後CPI那時候 我推背圖 財經節目都不屑講 他們覺得可能整整講的 他不想講 可是沒關係啊 那我就經理行情我一直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業績那麼好 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一準啊 你怎麼辦 我就一準啊 我批評人大大部分什麼 百分99.9的 都是什麼 同業啊 同業 因為我最近計較太好了 對不對 有抱怨只有那種 抱怨賺賺的不夠多 好不好 或者進來一下子 然後就受不了 有些人看很短 看很短不能參加 不用參加我會員好不好 去參加別的老師 沒關係 因為我會員人數很多了 無福銷售 我也祝福你 如果你相信這種 童話班的故事 每天都賺錢 不要找我 可是 如果你相信我 我就等待一個時機 要進場 賺一筆大的 那你要參加我行列 而且最快最快 就是明天要整個噴出去的 你看喔 107.5買進對不對 對 你看連續攢幾天 連續攢三天 一天兩天三天 我一打一根你受不了 我一等的時候我還買耶 我還叫人家買耶 噴出去啦 請買進3231尾串 掛在111元買進 有沒有看到 有 什麼啊 普通會員買進啊 特扣也有買進 都有買進 AI前衛大隊也有買進 我很多AI乾淨股都有買 可是 我會先讓誰買 先讓比較高等級會員 所以你有錢的 拜託不要融困錢攤 不要只參加普通會員 恭喜 來看一下 下禮拜 恭喜3231尾串 股價持續上漲 已經連漲三天 三無法則真的太強 波段由低到高 已經大漲超過20% 我持續看好他 持股獲利去保 持股獲利去保 這個是尾串 是 Bingo 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一切切我預告前面 連續三天上漲 休息一天以後怎麼樣 漲三天 又漲三天嘛 對不對 你看喔 連續三天上漲嘛 太強了啦 今天收多少錢 今天收到127.5 最高還是127.5 太漂亮了啦 是不是 是 投資朋友這不要開玩笑 111 127.5 也賺1萬6 欸 100多萬賺1萬6 欸說錯 100多萬賺16萬 夠不夠 夠了 夠了 最多還可以賺20% 哎呀 沒關係你們行賺那麼多對不對 明天賺給你看 來 這個偽創是今天尾盤拿起來 是 一路走高 漂亮 自己看 漂亮 嗯 那我們再看一下 什麼 威勝 威勝今天比偽創還先拉 為什麼 我昨天是不是說威勝是最接近三五法則 對 一堆股票為什麼你要追高 你為什麼看其他人表演 我買賺錢了 我追斬停板賺到錢 然後在公賀簡訊我賺到錢了 我追斬停板插一根追斬停板 有人這樣子做的喔 然後買到以後 我在公賀 斬停板鎖死 笑死人 然後咧 然後可能就像利特一樣殺下來 我跟大家講 我跟各位同學講 我知道您可能看我的節目 可是我們要特別針對您 我講這個現象 我也希望改變這種現象 可是不要對他入座 因為我不會特別看誰的節目 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有些以前舊頭部會這樣子 追到最高點 然後可以公賀 賺一點點給你公賀 你其實看起來好像賺很多錢 沒有 可是我的股票實在在三五法則 威盛有沒有跟你講 他根本沒什麼漲 所以今天就漲上去了 對 明天問很多股票補漲行情 威盛也會噴 可是我跟你講 你明天問我說 人保、音業達這些股票 我告訴你 你要取決於NVIDIA 到底漲得多不多 他明天公布財報 有可能是這樣 先跳空 拉起來對不對 旁後 再殺下去 可能平時會跳空 再拉起來 旁後沒有走勢圖 可是他可以跳一跳去 你聽懂嗎 他可能會跳個比如說 10%、5% 你懂不懂 就會跳個很誇張 然後再漲5% 變漲5% 再拉10%以上 我想知道 這只有N字形 你懂不懂 先跳起來 再拉下去 再拉起來 那明天也有一些股票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秤 比如說尾竄嘛對不對 明天走勢圖如果是這樣子 跳空先拉起來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殺下去 對不對 做一波上漲的時候 這就是N 什麼時候買 下去的時候 第二隻腳的時候要買 所以明天是上帝給你的最後機會 好不好 如果你還沒有買 或者你要加碼的 我最怕什麼 我最怕是上帝不給你機會了 人道走難走掉了 拉起來 登登登登 有沒有可能 有所以你應該期望有N字形上鉤 好不好 那你說有沒有可能下去 有機率不大 下去還是得買 因為我認為明天的財報只是有沒有瓶頸 可是我告訴你 他最差的就是說 哇我第三季的營收普普 就110億左右 應該是第二季啦 可是下一季會超乎大家預期 你看到明天會新聞 因為 今天大謀已經告訴你了 這不用大謀告訴你了 我郭子歐已經告訴你 馬斯科已經告訴你了 我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知道一個人講一句話 就像其實我 其實我想跟大家講 嗯 有些譬如說同門 我不是講 我就是離開的 我不是講每個人 有些人跟我講謊話的時候 就算睜眼說瞎話 有些人離開睜眼說瞎話 講睜眼 是真的睜眼說瞎話 我其實還看得出來 因為其實前後的邏輯 我的邏輯已經太強了 前後邏輯我就知道這真的假的 所以我對我的邏輯推演能力 正過一般人 就是為什麼我可以知道CPI AI 是台股兩大引擎 在年初的時候講這些東西 嗯 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其實 明天他拉回你更要買 可是我覺得基地不高 他拉回頂中是這種 上去的拉回 N字形穿光的拉回 有沒有 紅色這地方再講一次 這地方 這種 這種拉回 就是長上去再拉下去一點點 那這個你要趕快買 好不好 這這被泡沫 如果今天AI只是台灣的軍工股 有可能泡沫 如果今天的泡沫 是美國的AI的泡沫 那就不會那麼快泡沫 嗯 失敗 什麼意思你知道什麼差別嗎 因為台灣的主力他會做很短 這就是利特嘛 啊 你聽懂嗎 嗯 來來 你們這個很重要喔 像利特這種股票 我是主力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 馬上 等我一下 來 台灣的利特有沒有看到 這種利特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台灣這種股票是利特 為什麼 因為利特沒什麼基本面 你硬要跟AI扯的那邊也沒有什麼 可是你看啊 比如說SMCI 他明天再大漲 我更期望除了NVIDIA 明天突破 4 突破481嘛對不對 來 我更期望什麼 我更期望的是 就是 明天SMCI 美國超微 嗯 大漲 漲10%以上 那這樣偽創管達技嘉 就會整個噴出去 嗯 而且偽創要漲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昨天 SMCI已經漲 跌幅已經收斂到15% 我講這一階段了 本來最多跌30% 他跟台灣股市的AI伺服器一樣 已經收斂了喔 嗯 是美國伺服器大廠 所以我說這兩個指標很重要 NVIDIA 漲上去以後 SMCI 有沒有漲上去 很重要 明天盤齁 呃 台股盤前 這個5點 5點到7點這個環境時間 呃 5點到7點多環境時間 這一定會寫篇文章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多認真 我會直接告訴你怎麼找 怎麼講怎麼做 好不好 可是你要趕快 因為這個明天可能上帝 會給你最後機會 所以你一定要來練恰學 0866 8085 你在參加我航典之前 你只要問一件事 剛才你看到那些 538 是不是事實 這不是變魔術師嗎 嗯 大家折粉這麼多 然後也很多人告訴你 你說其實哲哲最先講AI 這個就勝過你要的分析師 你要任何分析師 有沒有像我這樣 沒有那要不要找人氣最旺 講在前面的分析師 預告在前面 你看大摩今天也告訴你 9月 9月伺服器會大量出貨 不必要我已經告訴你了 所以基本上明天財報會很好 嗯 除了第二季財報很好 第三季財報會更好 你聽懂嗎 因為出貨倉萬了 你聽懂嗎 出貨倉萬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利特這種股票 是台灣的主力會這樣做 因為你拉上去你想做短的 你沒有跟AX那邊 可是如果美國的泡沫 它會很誇張 像網路泡沫一樣 它會很誇張 它會漲到你不可相信 然後分割後可以創新高 就一直創新高 像特斯拉一樣 創新高就創新高 漲個十倍幾十倍一百倍 誇張的時候漲幾十倍 你聽懂嗎 那這時候股價我們就一直漲 所以為什麼這次你不能是泡沫號 真泡沫假泡沫A號 我只在乎是真AI假AI 只要真AI就持續漲 所以這種我反而不擔心 你說明天會不會利多殺很兇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NVIDIA 我覺得明天可以跳空10%呢 全部都高潮了 懂我的邏輯嗎 軍工股 台灣如果 欸看沒有在打戰的 沒有對岸沒有演型的 軍工股怎麼演啊 就沒了 我本身軍工股就假議題嘛 台灣要打戰早就打戰了 你聽懂嗎 我瞭解習近平主席的個性 基本上你不要去吐它 你不要去示意它 兩岸我覺得戰爭風險很低 你要吐它 那你就有風險了 其實我有研究 我很喜歡去研究心裡面這一塊 就像如同投資朋友 如同你的研究心裡面 你的心裡面一樣啊 不然我怎麼到最高點你們很high 我趕快出掉啊 因為贏家就是少數好不好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嗎 軍工股告訴我這個話題能吵多久 不行啊 因為美國沒有什麼軍工股特別強啊 可是如果美國AI股一直漲呢 就像台灣股市要利多出進了 他有一群主力他要出掉 或有另一批主力拉起來 或另一批大貨 真的四貨大貨 欸大戶啦 這不是大貨 大戶屋啊 大戶 噴出去再給你買 另一批大戶再給你買上去 你懂嗎 所以AI股它是很棒的族群好不好 那除了這樣我們來講 所以我今天都把邏輯跟你講 衛生有沒有 來來來 看這個跟他講好一下 請買進2388衛勝 花108.5元買進 欸之前已經獲利35%喔 漂亮漂亮 欸之前獲利35%欸 欸那個 資源賺50% 大家再換衛生 這樣多少 這已經賺100%喔 50加35是100喔 是100喔 你自己去按計算機好不好 衛生103元 最低 那103元買得到嗎 不要騙人啦 買103高一點點 108.5 是不是 對 然後你看喔 公二怎麼樣 發一下 2388衛勝 股價表現不錯 收漲超過4% 來我們重新來 恭喜這個要大聲來 恭喜2388衛勝 股價表現不錯 收漲超過4% 受惠AI事業產品限出貨 向上成長 我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獲利虛保 獲利虛保 獲利虛保又開心了 欸1T還剩幾分鐘 我們打字先生 33 好 那個有時候 哲哲解盤 33來遲 33來遲 快要沒有 硬要講個梗 然後 創意有沒有講商務法則發揮 有沒有講要選跌生的 跟衛生是不是一樣 是 我有沒有說我找人家買 可是我是特別會員 因為你不要跟我講說 欸這車我怎麼沒買到 第一個那你 大部分絕大都是 你是普通會員 你普通會員 有些資產二三十萬 你叫我買一千多塊 人家不是拿 不是打電話來謝謝我 是拿電話來打我 我跟你講 口不下去 這個怎麼樣這車 你這樣叫我買一張138萬的 可是有資產的人現在就開心了 懂不懂 又轉上去了 你們看到 有 欸你看由低到高漲22%欸 最多跌39% 我還說 我還說我寧願 等到他跌到35%的時候買對不對 對 昨天是吧 昨天大概就差不多33% 差不多 欸我是不是最靈好 我說我不要這個時候跌破35% 不要買 等到回到35%再買 是 昨天他買很漂亮 今天就可以賺一根 這兩天就可以賺快一根 斬停版的 所以你看創意 這這借盤有沒有創意 有 有沒有 快斬停版 Bravo 來 來 這個特別會員的 這個有事先跟你講齁 這特別會員沒有簡訊 這很正常 因為是量身訂做 而且我是事先講 我不是事後講 事後講無聊啦 奇蹟也是一樣 AI強行能夠對有沒有 看到沒 有 特供也買 普通會員買 普通會員買 對你們很好吧 是不是 可是時間走都不太一樣齁 有沒有看到 時間走齁好不好 這個還算時間拉近的齁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普通會員沒給你買齁 所以普通會員 你真的不要省小錢 花大錢 少賺很多根齁 有沒有看到 普通 搶錢特供隊 有沒有看到 而且越買越貴 你看齁 你一張就差個500元 10張差個5000元 100張差個5萬元 你說50張也有 有些人買50張啊 是不是 也差2萬3萬 也是錢啊 好不好 不要剩下顏花大錢 搶錢特供隊 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 特供有買 普通會員有買 真Bingo 來來唸一下 恭喜艾浦第二 6285起機 大漲快5% 股價創下17年多新高 社會美國網路基礎建設計畫 我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獲利續保 漂亮 製圓更漂亮 明天製圓可能就會噴出去囉 好不好 好不好 明天應該最先噴的 我要跟大家講 明天最先噴的會是主流中的主流 就是你們都知道股票 這件事 明天會噴的是你們都知道股票 偽串管達基加 我的規劃是這樣子 偽串管達基加 我的規劃是有可能 NVIDIA股價 明天順天突破480元 漲個5% 10%以上 然後咧 然後股票 創新高的過程中 有一點點拉回的時候 你要來找我 很多股票 這應該說很多股票也噴出去的時候 有一點點N字形的時候 你來找我好不好 這兩次N字形的時候 好不好 拉上去 拉回來的時候 這邊你來找我好不好 拜託各位 這是上帝給大家最後一個機會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講 上帝有點誇張 好不好 不好意思 以上帝之名借一下 先跟大家講 可是我希望你記清楚這些 我講的這些重點好不好 真的很重點 你看今天股票一堆 拉尾盤 功課簡訊真的是講不完 很累拉 2388 明天會最強勢的是 管達 偽創技嘉 但我覺得最強勢 最整齊的 你看到這邊 好不好 就AI伺服器這一塊 那資源 基本上都會全線噴出 因為這次是誰在壓 是全世界在壓 是華爾街資金在壓 你能聽懂嗎 好不好 2356音業打也不錯啊 音業打也不錯喔 我今天如果沒記錯 我還叫人家新會員來買一下 6531 艾普 更是不錯 艾普跟資源 我跟你講 到最後他是怎麼樣 路遙之馬力的股票喔 他說可能噴出去的後勢來進 後勁喔 會比伺服器這些還更噴的喔 你不要說我沒說 好不好 艾普你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個資源也是這樣 資源更強啊 資源裡面的 因為我盤感真的還不錯啦 不敢說百分百 可是我感受到這邊大戶 甚至投信法的這些 中石戶 根本就還沒走啊 資源還沒走完這一波行情 裡面的資金我感覺出來 他可能不只是要拱 400 元 當然我不要跟你講目標價 因為我是合法分析師好不好 你一定要找合法分析師好不好 你不要去找那種 YT 的 YouTube 跟你講操作很精彩 很厲害 結果連分析師都考不上 然後說不屑考 你相信 你相信我不相信 不好意思 你相信你都有那種辦法 對不起 你的邏輯我蠻有接受 我就跟你講這件事情 所以你相信嗎 如果跟你說我是超做天才 然後對不起我分析師考不上 不相信 又不是很難的考試 是不是 還是他是要規避一些法規法則 然後出貨給你 因為分析師會查你的戶頭啊 會 你懂不懂 所以很多事情都有邏輯 所以也一樣 你一定要加我的Line 這官方Line 這官方Line 現在不要亂加好不好 我雖然臉書有一萬多名啦 你看到一萬名的 那個就是一萬個追蹤的 那就是我的臉書了 也可以 可是 如果少一萬人的不要看 那不是 重點是以這些為主 好不好Line 或者直接打電話 080 680 850 080 來來8085 現在幾分了 38分 好38分不行了 因為很多股票 偉串今天講 一堆拉偉堂的股票還講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真的沒有時間了 好多股票 都噴出去 甚至明天心悦也會噴出去 這些AI我們的股票 很多股票 全線噴出去 明天是 上帝老天給的最後機會 如果真的運氣好 有一個N字的上空 拉回這過程中的時候 你要不要再加碼 再跟我進場 要不要取決於你 就算真的不幸拉回 坑要買我還怕 我連拉回都不拉回 噴出去呢 還是得買 可是噴出去 要買在一個很漂亮的點 如果規劃就是噴出去 那你要買七張點 所以不論對我賺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去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賺大錢 好謝謝各位 嘿投資長獨創的三無法則 真的是賺得不亦樂乎 接下來 AI 股即將大噴出了 但是到底哪些 AI 股可以進場呢 跟著 AI 標股大隊長準沒錯 投資長已經準備好好股票 等著大家一起上車賺錢了 讓我們一起在 AI 股中大搶錢吧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電話撥打 0800-66-8085-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Teregrim私人帳號小組 S178-178 注意哦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